老保年金 公保年金都爆發破產危機 政府年金改革勢在必行 主導年金改革的行政院副院長 江一化 首都帶領年金改革小組 到立法院親民黨團拜會 徵詢意見 江一化表示 明年一月之前 中央地方將舉辦一百場座談會 也將敗回各黨團 時間由各黨團公佈 目前都有正面的回應 另外備受矚目的軍公教年中 未問金改革 國民黨立委提出多種版本 支持階梯式發放 不挺行政院版 行政院長陳沖四號重申 目前公佈的月退縫兩萬以下 以及應公商殘才發放的標準 沒有改變 其實行政院的態度 從十月二十三號到現在 都講得完全一樣 我們是兩個原則 來訂定今年的這個注意事項 立委的職權本來就是刪減預算 在朝野協商的時候 在立法院只能做說要刪掉多少 剩下多少錢 接著看行政院怎麼樣來發放 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林鴻池則表示 陳沖提的標準只是底線 立委也有權在國會提預算刪減案 決定年中未問金預算的刪減比例 但黨團尊重各立委的提案 以啟動黨政平台溝通 在十二月十號朝野協商前 找出共識 記者綜合報導 加番禮 作詳細